所以這次不算什麼 你還比較重要 屏東霧台鄉大武部落 前天上午辦喜事樓 盧凱族同目彭哥 和女同志伴侶小翠遵循傳統 將祖傳禮刀、大鐵鍋 流離豬和現金等貴重禮品 送給養女萱萱身父的家族 完成收養儀式 成為台灣第一個部落認可的 同志家庭收養 萱萱也因此取得貴族身份 改名為拉法烏蘇 如同是你的父母一樣 所以你長大成人之後 哪怕是你要嫁人 你要把她當作聖子 一個 是同事自己的父母親一樣 然後你要跟她照顧 彭哥聽到大妹支持 忍不住感動落淚 彭哥和小翠遵循盧凱族鼓禮 一傑竟然正式結伴 12年前受小翠哥哥之託 戴維照顧當時只有兩個月的 子女萱萱 她叫喇叭鼠 在裡面都支持我 都幾個朋友這樣子 學者指出 部落公開收養儀式完成 在原住民部落就等同法律效力 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表示 同志家庭的功能 可以被原住民部落認可 政府應該要思考 動新聞 不要離開我 報導